我们马上就要有请 本场最后这四位 这一组简直都不应该 不像是脱口秀节目的一组 也说不好 这是应该放在什么样的节目里 出现的这么魔鬼的一组人马 我们先上一个轻量级的 梁思成组合的编外人员 KID 加油 加油 大家好 我是KID 我的处境大家也看到了 怎么说呢 这组分的 一堆死亡之组 中间做了我们一个伦理之家 还想不出来啥节目 这不婚姻保卫战吗 好巧不巧 哥们还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名 KID 你现在就感觉全串上了 三个人去度蜜月 回来离婚了 再出现的时候 多了一个KID 但我还挺开心挺乐观的 因为B人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了 B人就出生于一个单亲家庭 自从爸妈离婚 我最擅长的就是这种周旋在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 还有一个叔叔的复杂关系里 我爸妈呢 是在我三岁的时候分开的 我早就理解了他们俩为什么会分开 他们俩就是世界两端的两种人 完全过不到一块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 我妈的微信名叫适可而止 我爸的微信名叫杠圣开花 我妈每次一见到我爸就数落他 你这人就是脑子有病 我幸亏跟你离婚了 我爸就啊 这是谁啊 我咋没见过你呢 真的我每次想到都会感觉莫名好笑 只要做了这行才知道为啥 一个吐槽一个装傻 这不漫财吗 我是跟着我妈的 我现在能这么乐观 多亏我妈从小就教会我 没有什么是一个幽默解决不了的 我都记得我小时候还问过我妈 我说妈 你俩离婚的时候 我爸给咱留啥了 我妈扑哧一笑 给咱留了条火路啊 不过也确实是 她不用像有些妈妈一样 是吧 既当爹又当妈的 既要给孩子当爹 还要给老公当妈 是吧 我妈就不用 我妈除了做妈妈 就是做自己 我甚至能感觉到 她那种中年人的浪漫 那种感情的悸动 但她也总以为我不懂 那我能不懂吗 你说你大周六的 化了个全装 浑身香香的 在客厅换了十几条裙子 跟我说 妈妈去一趟菜市场啊 一去去三小时 回来我还逗她呢 我说妈 你去菜市场 怎么不买菜呢 今天是没有你的菜吗 你知道小时候 小孩不懂事吗 还有同学 知道了我爸妈离婚之后 来欺负我 在课间 过来围着我唱 说你没有爸爸 你没有爸爸 这一幕刚好被 进班级的班主任看到了 直接给他叫了家长 第二天大哥来学校 脸都肿了 当时课间 路过他桌子 我也横横 我说你有个爸爸 劲儿还挺大 这样长大之后 偶尔也会发现被歧视 我之前去人民广场的 相亲角 很多家长的标准里 都有一条 不要单亲家庭 我挺纳闷 我找了资写的最大的 那个大爷 我说大爷 我们单家庭 怎么就不行呢 大爷撇了我一眼 单亲家庭 小孩都缺爱 我说大爷 您这话说的 都到相亲角了 您孩子不缺爱吗 我就觉得 咱们不能只看缺点 不看优点 对不对 我要是结了婚 我妈绝对是 全天下最能共情的婆婆 我都能想象到 如果说有一天 我和我老婆闹离婚 我像个男人一样 是吧 跪在地上挽留 我说老婆你别走 你走了我怎么办 老婆刚要心软 我妈从卧室冲出来 姑娘你别信她鬼话 他们家都这个德行 你走你的 这儿有我呢 不行妈带你去 反正去明正觉的路 妈熟 咱们俩就 Girls Help Girls 其实到这儿都不复杂 复杂的是青年年初 我在上海的 黄埔剧院演出 演完在后台 我发小刚子 给我打电话 情绪特别激动地 跟我说了一句 你们可能这辈子 都不会听到的话 她说我刚在商场 碰到你妈了 跨个男的 你男的 好像是你爸 还给我发过来 一个小视频 我点开一看 哪是旧像啊 这不就是吗 朋友们 我当时心贼乱 看到他俩合体 我裂开了 我说怎么 我走的时候 还好好的呢 一转头 亲爸要成后爸了 怪不得 我妈上菜市场 不买菜呢 原来是喜欢炒冷饭啊 我当时想着想着 我眼泪都要下来了 我说这个算命的 说我今年必脱单 他不会是单亲的单吧 不过后来想想 也挺有意思的 总说婚姻是做围城 但对他俩来说 好像就是个围栏 从头到尾 跟我说没啥关系 结婚我也没参与 离婚我也没记事 复合我也没在家 但好像这才是 婚姻的初衷 不是为了孩子 而是遵从本心 所以我挺开心 他俩历尽千番 从哪跌倒就从哪出发 也为自己开心 初走半生 归来仍是一家三口 完了谢谢你们 你给我们刺口留人 谢谢K 三 二 一 请锁票 今天就得特别棒 是不是 特别多精彩的地方 但我是觉得 劲儿的太大了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我们事少的人 还离什么婚呢 不就是事多吗 但是他一上来 我觉得那个包袱特别密 而且每一个都是 能炸开的 特别靠谱 前面的很好 那后来那个好奇能八卦吗 最后初阿姨现在哪一步了 我当然也没回过家呀 我当然也 但是前两天看到 俩人朋友圈点赞来着 那你是愿意让你爸妈复合 还是不愿意呀 就跟我没关系 就是是他俩自己的事 等于相当于他们俩练宗 你观察员 就是那种感觉 死去的CP竟是我爸妈 是不是 我觉得前面都 好多个点都特别有功名 对 我也是担心家庭 但就是 其实没多大事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 应该都看得特别开了 而且也不像大家想象的 什么缺爱啊 什么这些点 都还挺有功名的 笑着就把这事给讲出来 我觉得特别好 对 也没啥 就是因为 一感觉挺幸运的 就是没有经历这些事 其实就是我继事的时候 他们俩就已经分开了 就是我接受的人生的设定 好像就是这样的 就是爸妈是分开的 但是就只是一种 分头行动而已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不管我 也都没有就是 抛弃我之类的 也都是在 在分开管我 其实就等于一个玉佩 一半在这边 一半在那边 然后我就在中间合一块 这特别好 其实就不管是你是 自己是怎么样的一种 婚姻方式 但是对孩子来讲 都是给予最全的爱 我觉得这个是一对的 对 后面这个梁思成 压力就挺大的 他们说怎么 你们是怎么组 你能给讲讲吗 是怎么组 凑凑凑 我真是 我真是凑热闹 我当然就是想离近点看 你这段 你这段很炸 现在他们三个很害怕 应该也不说后悔 毕竟还会淘汰 好的 我们恭喜Kate 获得两灯 进入等候区 我还是不过去的 我还是不过去的 谢谢闻 我还是不过去的 JW 我还是不过去的 一个门 我还是不过去的 我们还是不过去的 我还是不过去的